正在的条件 必须是 这大臣经上讲得很清楚 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了 真放下了 就正在这个地位了 佛法正到最高的 成佛作主 不一定要念很多书 不一定学很多法门 与这个不相干 与放下相干 那会能达死 不认识死 没有念过书 那在黄梅八个月 禅堂 他没去过 讲堂也没去过 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实人 他具备的条件 老实听话 听话真感 他是个侨夫 这个行业 现在没有了 抗战是否有 我们见过 常常见到 调着水 在街上卖水 卖柴火 啊 这个工作很苦 很辛苦 都是做苦劣的 啊 收入非常微薄 早晨清晨 上山看柴 跳到城里面 来卖 卖了之后 拉着桌前 买点米 买点菜 回家 一天过日子 啊 天天都要干 哪一天不干 那一天就没饭吃 那过去 这样 楼层里头 过这种生活的人 很多 那慧能大师 是卖菜的 他在黄梅 八个月 那 吴族 就叫他去 对方里面 充弥 破柴 换一句话说 干他的奔行 他开悟了 我们想想 莱佛寺 海贤老和尚 他一生 从事于 根祖 中天 他不认识 是 未念过 书 根祖 是他的奔行 从小 就在 龙天里面 跟着大人 学中天 他对于 种植 粮食 非常 内行 精与 精与 很丰富 出家了 一生 依旧干 这种事情 一生 没改变 师父 传给他 就一句 阿弥陀佛 叫他 一直念下去 他念了 九十二年 他 一百一十二岁 往生 跟慧能大师 地位平等 他也是 大彻大悟 民心 健心 他是修建宗 持名 念福 念到 礼业心 不乱 礼业心 不乱 就是 灌顶界 但是 他是身在 这个时代 我们肯定 他是近代 尽忠的 一位 大德 那又能 跟他相比 细细看 这个碟片 看这本小册子 你去体会 不是一般人 能做得到 修持 一句佛号 一天到晚 不间断 生活 心里有福 工作 心里有福 待人 借物 心里有福 杂孽没有了 妄想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见到任何人 都欢喜 啊 见到任何人 都高兴 这一点 几个人能做到 他所得的 发喜 充满 长生 欢喜 心啊 这佛上说的 经上讲的 啊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 帮养 啊 为了文明表发